看明星玩猜歌游戏简直是我的快乐源泉 周深的猜歌能力简直太强了 不管是哪个年代的歌 它都能给你说出名字 并且唱上一两句 在综艺青春环游记中 跟杨迪一绝高下的时候也丝毫不输 有时候还会把杨迪气得不行 把自己偷提的锅甩到周深头上 所以周深和杨迪比赛猜歌 也几乎变成了青春环游记的必备游戏 但等到杨迪和汪苏龙比赛开歌时 杨迪又开始想念起了周深 其实确实是第二季的好 太刻薄了 太刻薄了 不给面 周深都知道让着点我 你以为那是我真赢的吗 就是让出来的 管小童和沈腾猜歌 那叫一个好笑 可以说是又菜又爱玩 每次抢到答题的机会 下一秒就会让给华晨宇 所以本来对这个游戏 救不灵光的两个人 被分到同一组时 那只有被惩罚的命运 索性干脆当条咸鱼 彻底烫平白烂 小童玩这个游戏 那更有意思了 猜歌名全靠萌 当终于猜对一个字的时候 突然开始傻笑起来 像起了地主家的傻儿子 快到怀里来 怀 怀里 李 第二个字是李 我喜欢这个 这什么反应 因为这首歌是 万里长城永不倒 剩下最后一个泳子的时候 真的是让肖战犯了难 阿云嘎还吐槽他 一定没听过这首歌 肖战给我留点面子 万里长城 一看没听过这歌 我可能没听过 万里长城 绝不倒 而在面对方言猜歌名时 李绿热巴的反应速度 乃是一绝 刚开口三个字 就说出了歌名 白鹿简直是中华小曲库 这个环节几乎都要被他包圆了 不仅如此 还自封是横电歌后 连周身都干拜下风了 王赫蒂一玩猜歌游戏 那真是别句一格 规则是猜对歌名后 还要唱两句 但是王赫蒂只会一句 于是他干脆把前奏唱了出来 我追上了 在综艺我们的客栈中 猜歌游戏也被嘉宾们玩出了花 不仅要猜歌名 还要猜词语 描述的时候 还要用那首歌的调子 唐烟可被这个环节折磨得不轻 这个个其实是前奏 但我只会这个前奏 你确定你藏的是前奏 那也许他是服务哥 但是我自己也不确定 虽说这个游戏有点老套 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玩法 所以也可以创造出很多的笑料 而且各种各样的猜歌玩法 也让我们观众看得津津有味 泰国 新加坡 咖喱咖喱 故事的小黄花 晴天 没办法 好可怕 说散就散 我没有开口 第一次 处处问 我们的爱 沙漠骆驼 下个楼口见 我听你 太厉害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